快尝尝 快尝尝 吃饭的时候你就别玩了 我没再玩 我在晚上找点东西 找什么呀 我想把家里再稍微布置一下 找点灵感 布置一下 明天是陆寒正式脱离她以前生活整整一个月 其实我一直想 帮她尽快地实行现在的生活 可是因为她不是刚跟男朋友分手吗 所以我也显得不那么主动 但是我觉得现在实际已经成熟了 是时候向她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于是我决定主动追求她 我想给她做顿饭 好好跟她聊一聊 你真的决定正式追求陆寒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我支持你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快吃吧 喂 你好 请问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吗 你好 我在网上看到你 你那个商品啊 我想知道现在有没有现货啊 是吗 是吗 我离你那儿不远 好好好 你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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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服务员 买单 小姐您好 您的消费一共是三百二 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接行吗 可以的 喂 你在哪儿呢 出差 你什么时候出差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出差 算了算了 我再想办法吧 拜 喂 阿敏 喂 阿敏 什么 我在外面吃饭 我钱包忘带了 你过来帮我送一下好不好 行行行 我这就过去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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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一会儿见 喂 王少彬 今天休息 好 王少彬 你现在在这儿干吗呢 我回公司拿东西啊 又在用公司的电脑玩游戏呢 谁玩游戏的 我这看电影呢 我家没电脑 继续吧 继续什么呢 我这结局都看不了了 明天找我去行行救美呢 吃饭没带钱 不这样 你继续看你的电影 我帮你过去怎么样 那太好了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马上发给我 行 谢谢啊 你别说我看电脑呢 你说有事忙 还不来 不离开 себя 让我过来了 怎么样 吃完了吗 吃完了 那我接上了 服务员 买单 谢谢你啊 我会把钱还给你的 刚才和你吃饭的 那个人是谁呀 怎么这么不靠谱 是我哥 他刚才临时有点事 就先走了 许悦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想给你探讨一个问题 你说物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物质对于女人来讲 很重要 对男人来讲同样重要 我是说女人在 交男朋友的时候 我说的就是啊 如果一个男人 给予不了那个女人 基本的物质需求 那她就不算一个男人 那她就不算一个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 我觉得 这有点大男子主义吧 怎么了 学学现在是不是 满足不了她女朋友的 基本物质需求 没有 她哪儿来的女朋友啊 谢谢你今天帮了我的忙 还请我喝咖啡 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 要不然我这一下午 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拜拜 慢点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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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找你了 你来来来来 你帮我看看 如果我在这儿 用花瓣摆一个爱字 会不会太直摆 当然我这些地方 我都是要铺上花瓣的 到时候 你看这些 你能看得到的地方 我全要铺上花瓣的 但是我想啊 如果说 能不能够 有铺上花瓣的 一个有铺上花瓣的 刀子 你看我这直接 先把它引到这儿来 还是先把它引到那儿去 因为那边我做了 一桌饭菜啊 这是可口的饭菜 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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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有 当然了啊 其实也可以 你看我把它先引到这儿来 但是我想了想 你看是先吃再聊啊 还是先聊再吃啊 你设想一下 敢设一下 假如你现在就是陆寒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 在这么浪漫的气氛中 在烛光的映沉下 面对一个如此真诚的我 你也会不会有一点动心 你会不会有一点眼眶湿润 你会不会有一点把持不住的冲动 你自己慢慢淘汰就吧 懒得离你 小妮 你该谈谈恋爱了 那种感觉你不懂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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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睡觉呢 你还睡觉呢 换衣服 跟我出去一趟 干吗呀 我昨儿考虑了一夜 我觉得 还是应该送一件礼物给陆寒 就当是 他成功适应现在的生活一个月 我觉得没必要吧 有必要有必要 你赶紧换衣服啊 我待一会儿再过来找你 快点 这我晚上睡觉了 喂 找我 好吧 那一会儿见 拜拜 好了没 喂 你干吗呢 这半天也不换衣服 我有事去不了了 公司刚打来电话 重要吗 很重要 我本来说让你给我单道餐呢 那行吗 那你要是其实我咋给我电话 走了 不好意思喽 你打电话叫我来 是不是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决定 跟我前男友复合 跟你前男友复合 那我哥呢 我认真考虑过了 我离不开现在的生活 我曾经努力尝试过的 真的 可是我失败了 我承认我很留恋物质生活 你可以鄙视我 但是我麻烦你 把这个决定告诉许悦 我去告诉她 你觉得这种事情 能由别人去转告吗 就算你不喜欢我哥 也应该你当面跟她说清楚 我不敢面对她 我知道如果我再见到她 我一定又会动摇的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 我尽快地做出决定吗 这一次是我好不容易 才下定的决心 我真是想不到 你考虑来考虑去 最后还是选择 和你前男友复合 难道物质生活 真的对你这么重要吗 米恩 我真的很喜欢许悦 我花了所有的力气 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让我再见到她 我一定会后悔 现在的决定的 若海 你听我说 真的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哥 这么用心地 喜欢过一个女孩 我不是想逼你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知道吗 她为了你昨天在家 忙活了一整天 她就想给你一个惊喜 包括今天早上 她一大早就出去 给你买礼物 不要再说了 米恩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更不能见她 有你把这个决定告诉她 是最好的选择 有你陪在她身边 我就放心了 我心里 是最好的决定 是最好的决定 我都想要是最好的决定 我就是这些决定 我一会儿都想要是最好的决定 我爱你 我爱你 哥 今天陆寒跟我说 他可能 会选择他前男友 他 哥 今天 我见到陆寒了 他跟我说 他其实是真心喜欢你的 但是他还是 他还是放不下他 他 为什么非得让我说呢 回来啦 回来啦 你快快快 帮我看看那锅里面那鱼 快快快 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没事没事 你给我看看中央那花 花摆得怎么样 我本来想摆一个新型的 那个花瓣 后来我觉得会不会太俗了 好 我想跟你说件事 着急吗 不着急咱晚点再说行不行 你等会儿呢 这时间差不多 你 你 不好意思 你晚上能不能够回避一下 好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向你出镜 出镜 好 来了 来了来了 小 晓妮啊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陆寒呢 他这个点都没来 我不会出什么事 我给你打个电话 哥 你不用打了 怎么 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呀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行为说话 原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行为说话 不过他真的和他男朋友分手了 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他只是一直在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我跟他算不上是 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 所以他跟谁在一起 都不算对不起我 其实 一直以来我也不太主动 也没有努力去争取过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犹豫 你想给他一段时间 让他适应生活 平静心情 那 那像你今天所做的这些 不就是想主动努力吗 可惜啊 晚了 哥 对不起 其实这些事 我早就知道 但是我没有告诉你 我不应该让陆寒总续做选择 我应该主动提醒你就好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是陆寒自己的选择 你就算早点告诉我啊 我去努力争取啊 也未必能改变现在这个结果 倒可能会让陆寒更加为难 其实这样挺好的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我没有投入太多 所以我不会难过 我要是投入进去了 我可能会很伤心 很难过 不会 不难过 不是 你别憋着 你想哭哭 想笑笑 要不然我陪你喝酒好吗 这样吧 你发泄一下 你咬我 你咬我好吗 我为什么要咬你啊 我想发泄的时候 我就想咬人啊 来 我让你发泄一下 管佑吗 管佑 我要你干什么呀 要不然你怎么发泄情绪啊 其实 其实按常理来说 我现在的心情应该是 伤心 绝望 甚至想死 甚至想死 但是我没有 我心里边都是一些 我自己都说不清的感觉 他们 缠在一起 我真的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但我可以感觉 心里边有个东西堵着 呼吸都不太顺畅 那怎么办呀 不会是内伤吧 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也许就好了 行 我陪你躺一会儿 我可以感觉 你会儿子 我可以对你 这就会儿子 我来自我 陪你 你会儿子 小妮 谢谢你 一直都在 这几个公司有什么重大消息没有 你还不知道呢 整个集团公司管理层有大震动 急急递震 起码八级以上 以集团公司首席主席为首的少壮派 和以董事长为首的元老派 在权力划分和权益分配上 出现了正面对决 据说以首席主席为首的少壮派 不敌一董事长为首的元老派 近期高总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政府会搏击我们吗 当然了 我们公司的何总 就是少壮派的嫡系成员 恐怕也会离职啊 那何总总谁来当我们的总统 最好的可能是集团公司 给我们重新派一个过来 谁去他合作 当然是杨副总编杨总啊 那个人 那全是管食堂的 他懂公司业务呢 现在都是不懂行的管懂行的 我先打账一次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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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 没什么事 过来看看 看看有相近的人 挺顺利的 大概再过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左右 就能够全面内部测试了 好 那你这样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 拿给我看一看 好 没问题 我到办公室等您 好 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他要什么资料啊 他看得懂吗 这副总吗 老看 老看 你给他发的那部服务器 没有想过 这打数量费多少钱 就他那么老子 还会登陆那部服务器 你给他发游戏啊 我发现你是真糊涂啊 这么明白有坏过去 还说不定 这管制堂呢 真要上位啊 你好 这是您要的资料 行 搁桌上吧 好 那我先出去吧 别别别别 别着急 来 坐下 我有事跟你聊聊 什么事儿要做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说 关于集团公司高层的一些事情 多少听说一些 听他们说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会有所变动是吧 差不多吧 那你也应该知道 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会做一些调整了 这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小雪 咱俩在一起共事得有两年多了吧 差不多 其实啊 我是一直非常欣赏你的 你的技术水平 在公司绝对是一流的 这一点在公司上下都非常认可 谢谢杨总夸奖 虽然咱俩共事两年多 但是我们很少有交流的机会 所以我找你来呢 是想和你好好聊一聊 不知道杨总想跟我聊 聊哪方面呢 前途 聊聊你的前途 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将来 多做过什么打算 您具体指的是 当然是事业方面了 我知道你是个爽快人 所以我呢 也不拐而抹角了 我认为在这家公司里 你的能力 再加上我的背景 我们会是很好的互补 如果咱俩联手起来 一定能做出一些成绩来 不瞒你说啊 公司的何总即将离职 我呢 也要暂时代替总经理的职位 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有一天 我正式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 我将提拔你为主管技术的副总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非常感谢杨总对我的赏识啊 说实话 这个 这 这方面我还真没有怎么打算过 您看是不是 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好啊 你 认真地想一想 想好了告诉我 我等你的好消息 行 那不打扰了 我先出去了 老大 怎么了 一脸颓呀 没假 我跟你说什么了 赵安 赵安 我明白了 这次高层人员管理调整 他的位置还很不牢靠 所以他现在只是个站带总经理 他需要你的力量 来巩固他的地位 你怎么想啊到底 这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从了吧 好歹也是个副总经理 那咱们都跟那个食堂经理干 你觉得他能把公司弄好吗 放松 我们有打工的 拿钱走人 下边回家 你是不是在想 杨副总找你谈话的事啊 你怎么知道 方胡生告诉我的 方胡生怎么知道的 汪汪告诉他的 这汪赵斌要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好 你现在怎么想的 有决定了吗 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我跟你说下我的想法了 你帮我参谋参谋 今天杨世仁是找我谈话的 表明了态度是要赵安 我要是不答应 他一定会针对我 以前在公司有合同的知识 他都能给我制造不少的麻烦 现在何总即将离职 他暂贷总经理的职务 虽然是个暂贷 那也是总经理的 这玩意再也不答应 恐怕我今后的麻烦就很难估计了 很可能最终在公司都待不下去 那就招安了呗 你说我们这些打工图什么呀 一份可贺的薪水 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有就是发展的空间 那杨世仁原本就是一管世仁的经理 对我们这孩一点都不了解 更何况他也不具备 做职业经理人的素质 这公司交在他手上 别人发展了 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我都不敢确定 集团公司对于此公司的态度 一向就是自负盈亏 发展不好就砍掉 如果是那样的话 即使他让我当那个副总 公司都没了 那副总有什么意义 那我就不着啊 你要我把事情的话再说一遍 我的意思是说 凭你的本事到哪儿不是干啊 之前是因为有何总在 你觉得公司有发展 那现在何总不在了 你又不看好公司 那就干脆不干了嘛 辞职 到别的公司不是更好吗 没有那么容易 我手里面那么多说 你还在公司待着呢 我怎么在我一边跑了 不管他们呀 真够累啊 就是一操心的命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从前我爸就跟我说 做人要有责任心 要善良 真诚 乐于助人 反正我爸说的那一套 你都听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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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上次我在这儿嗨的 就在那儿 我们十点钟 嗨都是二十点钟 太好玩了你知道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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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特别啊 诶 冰哥 你这么吝啬一个人 怎么会请我们吃饭呢 谁吝啬的 我平时请你们吃饭还少吗 那都是老大输的钱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那你说 老大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行了 别把训练弄得跟唱戏一样 咱直接入主题吧 我们都知道 最近公司会有大变动 我们都等着老大的决定呢 那我入正题啊 这主意不是老大出的 是我想先跟兄弟们商量商量 你最近怎么能翻误生在一起啊 没有 就是他有时候过来找我跟我聊聊 你们部门的一些事 就这些没别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在我眼里 他就是你的朋友 我对他可没有其他想法 我是觉得 翻误生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况且他跟你一样 都有海外生活的背景 有共同语言 有什么共同语言啊 咱们俩还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呢 咱们俩也有共同语言 那不一样 大家觉得这事成吗 想法不错 但是这可能吗 老大他会同意 这就是个备选方案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用的 但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老大一定会同意的 这就是我常说的 谓与筹谋 行 行 行 只要老大同意 我们支持 走一个 干什么呀你们 放手 臭娘们 我的钱你得敢骗 谁骗钱了 谁 不承认是吗 你 干嘛呀 看我谁会走 放手 别看了 还也没有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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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人了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说吧 是欠债还钱呢 还是欠债肉肠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还你 可以呀 当初从我这儿拿到五万 现在要还十五万 十五万 十五万 你疯了吧 我没有 没有没关系啊 陪我们哥几个玩今晚上 十五万我就当你还了 放手 你放手我喊人了 住手 路不平有人缠 事不平有人管 人间正道是沧桑 就你们几个 十项都给我滚开 坦哥 一般敢出来关系事的人 都有两个下方 这位兄弟 不是我们存心要惹事 但你让人骗我钱 我看这事儿 你就别管了 我没看见可以不管 这事儿我看见了 我管定了 走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对付那几个人啊 古奶奶 什么把握呀 装的 那还不管吗 不能跑 跑就露馅了 现在跑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 你看啊 快点快点 你放在那屁 打他 快快 走 打 我让人管闲事 打他 打他 给你快点 闲事 我让人管闲事 你没事儿吧 你没事儿吧 你说呢 伤着了 快点 买儿 这些热情 你还没想到你还挺勇敢的 勇敢什么呀 我本来有勇有谋 不是你破坏了我的谋略 我至于爱顿揍吗 算我连累你了 说吧 你想让我怎么补偿你 你真愿意补偿 那你揍女朋友吧 你做梦了吧 你看你这抱脾气 你给我还还价 那伤一伤 你的医药费我负责 另外我把你当朋友 普通朋友 成 不过还有个要求 说 半年之内不能找男朋友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追你啊 你同不同意啊 我脆啊 我嘴啊 我是不是要混容了 爽啊 去医院看看吧 起不来 走啊 你轻点 你就不能把你温柔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吗 那你还要不要服我 要 海文 来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想问问你 明天你有没有约啊 明天 暂时没有 那你陪我去参加 公司的集体婚礼吧 集体婚礼 我跟你说啊 这次婚礼的规模可大了 是由我负责策划并全全实施的 我第一次策划这么大的活动 明天要来很多媒体呢 我真的有点紧张 我希望你去能给我打打气 支持支持我 它就不用了 行 它就好 这只要咪能不 Rig 我是另一位 是哪里的 就算是哪里 你还会验 跟我说 小船 请接到花球的女性朋友们上台 你们今天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有魔法的 现在呢给你们一个机会 说出你们心目中 最想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 这位女士你好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米晓妮 今年二十七岁 公司职员 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和我一样 平凡的男孩子 谈一场最真实的恋爱 谢谢大家 说得好笼统啊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地说一下 你理想中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她的身高相貌收入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我不在乎她的身高 长相收入 我只希望她是一个正直 善良有责任心的人 她认真工作认真生活 关心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懂得心疼你照顾你 虽然有的时候嘴很笨 她也不知道你心里边在想什么 但是她会站在你身边告诉你 放心吧 有我在 也有时候她会惹你生气 但是她也会及时出现在你面前 更一点点坏 一点点无赖 让你的笑容又重新回到你的脸上 虽然她一点都不懂得浪漫 但是她会让你明白 两个人在一起 简简单单地相爱 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她没有华丽的外表 也没有雄厚的资金 但是跟她在一起你能感受到 幸福 甜蜜 温暖 她给你的不是大房子 不是豪车也不是钻石 她给你的是一个温暖的家 和一份珍贵的爱